我覺得 家暴也很不好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是一種家暴 男生也會被家暴 男生也會被Bully 好不好 女生也可以弄男生 可不可以到發院去 可不可以發院 可不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他都不說他不講話 因為他其實都是在騙你們了 也請別人來騙你們了 然後我很有自信的 會去告這些人 Long June 我會告你 Long June 我會告你 湯小姐 我會 我要去監獄 被爆家暴黃家謙 夏克里激動不忍了 將提告狼組暈斗志孔等人 小姐姐 是有打算開放什麼樣的早見嗎 你都還好嗎 對面狀況如何 等下跟夏克里見過面了嗎 謝謝關心 謝謝 黃家謙2022年結束 和加拿大前夫 夏克里16年的婚姻 兩人時常隔空個說個話 然而今早又有翻篇 週刊報導 一名聲稱是夏克里 加拿大鄰居的董姓女子 指證夏克里 對黃家謙確實有家暴儀式 甚至還有口頭的死亡威脅 夏克里聽聞也不忍了 21號下午火速召開記者會 表達3點訴求 訴求1都是黃家謙在放話 為什麼我會跟你們這些講話 是因為我講的都是屍屍 然後我每次都拿paper出來 要給你們看 因為都是屍屍 狼君有在嗎 他有看到這個東西嗎 或是黃家謙有跟他講這個 所以他跟你們講的 我受不了 他都不說他不講話 因為他其實都是在騙你們了 也請別人來騙你們了 然後我很有自信的會去告這些人 狼君我會告你 鬥志孔我會告你 湯小姐 我會 我 我要你去監獄 訴求2 否認家暴 我從來沒有家暴 我自己看 我沒有看到他在中間 他從這邊跑到這邊 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自己刮臉 可是不是我做的 因為你離開他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事 因為我從來沒有答他 我覺得 家暴也很不好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是一種家暴 男生也會被家暴 男生也會被Bully 好不好 女生也可以弄男生 訴求3 想見家人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我就是想要看到家人 可不可以到發院去 可不可以發院 可不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而黃家謙針對這次風波 仍未發言 經紀人回應 現前能說的都說了 目前台灣的訴訟 還是盡心中 一切尊重司法 可以說的時候 家謙一定會說 我們 如果是現在的 這個打官司啊 各方面 我們真的不能講太多 否則 我們認識家人多一點 認識差個例少一點 或者怎麼樣 講的我覺得都不公平